作者 裸奔的馒头 演播一刀苏苏 第1116集 芳芳 你有没有觉得荀子现在的状态特像刚刚陷入爱河的那种小傻妞 段罗问 周芳芳点头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 这不就跟当初的小月子一样吗 旁边的侯月一脸不信 嗯 我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就像荀子这样傻乎乎的 两人齐齐点头 侯月翻白眼 拉倒吧 你们想多了 看小说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这说明作者比例深厚 塑造的人物形象饱满 上人能敢其所敢 然而 等几人问南巡要来 翻看了几页之后 都是一样的表情 比例深厚 逗他们的吧 就这样干巴巴的语言 男大美女到底是为什么笑成了这样呢 南巡挑灯苦读 没几天就把书全部看完了 然后主动联系了小八学弟 他怀疑这小子脚上装了轮子 不然他怎么一打电话 这小子就赶过来了 学姐 我请你吃饭 小八笑黑黑地道 南巡狐疑地看他一眼 不知道为啥 总有这小子是因为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 所以心虚想要讨好他的感觉 不过南巡确定自己以前没见过他 虽然他经常记不住人脸 但如果是长得好看的人 尤其是男人 他还是能记住的 不用你请 我是学姐 我请你 南巡点了两份套餐 再要两杯果汁 一杯递给小八 小说我看完了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小八坐直了身子 学姐 随便问 你文中的女主到底长啥样啊 什么性格 这些你好像都没有描写 我看完之后也想象不出来 南巡觉得 就说各种大反派吧 好歹有个严好腿长 或者率劣苍穹的高度概括 但是有关女主的外貌 里面却没有提到一句 小八看着他 突然来了一句 就跟学姐长得一样美 性格也一样好 学姐可以把自己带入成女主呢 南巡一脸嫌弃 去去去 我才不会干这种没有节操的事情呢 为了这什么破功德职 然后去净化反派大boss的心灵 说到底不就是谈恋爱吗 要谈恋爱也行 反正这些大反派长得帅 但你能换几个正常点的大反派吗 一个比一个变态 变态一 他吃人 变态二 他是只恶鬼 变态三 居然用金链子拴人 变态四 他竟然让自己的影位 睡他的女人 我的天哪 小八 我觉得你的思想严重有问题哦 你是不是平时看暗黑戏小说看多了 学姐跟你讲哦 要多看一点友谊身心健康的书 你还小呢 别把三观给歪了 小八听着南巡巴拉巴拉巴拉 说了一大堆教育他的话 表情有些微妙 学姐 咱们换个没人的地方吧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 真的特别重要 我凭什么听你的 万一你想对我图谋不轨呢 南巡吸着果汁 笑咪咪地问 小八立马撩开袖子 给他看自己青子的胳膊 那 学姐 你看 上次你的杰作还轻着呢 抱歉啊 小八弟弟 上次那事真不怪我 是因为我那几天 老觉得有人在盯我 那你又刚好跟在我后面啊 小八听到这话 心肝一颤 下意识地咽了一下口水 左右瞄了一眼之后 放低了声音 学姐是说 有人老在暗中盯着你 嗯 不过每次老是见不着人 光是一道视线 我都怀疑 是不是自己神经紧张 导致的错觉 小八在心里阴阴阴 咦 神特魔的错觉 那就是血明大大 血明大大既然已经来了这个世界 为什么不现身呢 不现身就算了 居然还暗中观察你 窥视你 哎呀 怂死了 比我都怂 小八清楚 来自血明大大的偷窥 身为凡人的南巡 当然看不到 毕竟人家放出神石 就能偷窥了 为了不被血明大大拍成饼 小八打算尽快地弥补自己的过错 学姐 选个地方吧 就咱两个人 我有个秘密 必须立刻马上告诉你 南巡认为 在识人方面还是可以的 他看得出 须小八不是那种一肚子坏水的人 不仅不坏 还挺有趣的 所以就领着小弟去KTV包间了 南巡坐在沙发上 还凶看他 说吧 小八弟弟 你究竟有啥秘密 必须立刻马上告诉我 说实话 从一开始我就发现 你神神叨叨的 神神叨叨的小八把门关死 确定不会有人进来之后 才瞅向南巡 清了清嗓子 跟他说了这件 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 嗯 学姐 其实我书上写的故事 都是真的 书中的女主角就是你 而我就是书中的 上古神兽虚空兽 时间和空间之主 能破碎虚空 穿梭时空 回到过去 以及穿到未来 现在呢 本神兽 已经成功进化成了 宇宙第一圣兽 不受天道爸爸的管束 比书中写的还要牛掰 也就是谦虚 所以没写 南巡听完两句就正住了 直接忽视了后面的废话 小说里的故事是真的 女主角是我 书中的虚空兽是你 南巡愣了一下之后 指着他哈哈大笑起来 小八弟弟啊 你可别逗我了 这怎么可能 然而南巡还没有笑够 他便感觉到了一股 强大的压迫感 朝他席卷而来 眼前的空间 仿佛被拆分又重组 一眨眼的功夫 南巡眼前的景象就变了 前一秒的他 明明还坐在包间沙发上 可现在他居然坐在了草地上 而眼前是一片望不到边的大草原 远远的能看到几只 埋头吃草的小羊 这一瞬间 南巡的表情恍若白日见鬼 南巡下意识地冲地上拔了根草 一根草刚刚钻入手心里 刚才那股空间挤压身体的压迫感再次袭来 眼前的景象又是一变 它坐在了一块礁石上 周围是茫茫无边的蔚蓝大海 几只海鸥从眼前掠过 然后飞远 如此几个回合 南巡去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草原 大海 荒芜的岛屿 热带雨林 等南巡重新回到包间 左手攥着一根草 右手捏着一小把沙子 手一松 沙子就撒在了地上了 货真价实的沙子 而那草 南巡放进嘴里瞧了瞧 呸呸呸 一嘴的草味 而此时 站在它旁边的须小八 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头 浑身闪着金光的大白马 细看的话 这动物其实跟白马区别很大 它的棕毛很漂亮 上面似乎 点缀着无数小小的光点 尤其是尾部的毛 横松得像是一把伞 很美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